特派記者賴政凱 我們現在看一下時間沒有戴手錶 一點多了正式比賽 戴志穎要準備開始的 應該說他已經開始比賽了 大家都很關心他的比賽內容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次戴志穎很有機會拿下冠軍 到底是不是老王賣瓜 我分析給你聽你就知道 看到旁邊這張炫富照媒 看到我都有點自卑了 這個照片看得出來 他的身材真的很好 戴志穎在四年前的比賽呢 不幸落敗很可惜 但這一次他四年都知道 當中他到底強化了什麼 我們從這張圖 還有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到 四年當中他核心肌群的強化 讓他有這個巧克力腹肌 當時仁濤就有特別提到了 到底核心肌群 對於這個運動選手 有什麼樣的一個重點 在於說 不論是做出極拳的動作 或者是打網球等等的動作 核心肌群其實是非常重要 但是往往可能被忽略 大家可能會練下肢肌群或是上肢 但是核心肌群一旦忽略了 很多的動作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第二次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戴子穎他是跟男生單打 來做一個高強度訓練 所以不論是周天成 王子維 都是他的隊練對手 過去我在北體控制號隊的時候 有一些世界級的學姐 我們每次練習時教練會說 男生在這邊 女生在這邊 分開來分組練習 練同樣的動作 做車輪 但是世界級的選姐 他們就會直接到男生這一組過來 跟我們男生隊練 所以你今天直接往他肚子塞一拳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不會痛 高強度的練習 讓他之後在女子組比賽 是有非常大的力氣 再來就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戴子穎怎麼樣很強 假動作非常的強 而他現在假動作 像我們剛剛可以看到說 他常常在往前放球 結果沒想到 是壓低打底線 讓你來個措手不及 或者是像這樣子 拉長長打 結果是往前斜掉球 讓對手疲於奔命 那到底誰吃過他的虧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選手了 在之前這個瑞士的薩布莉 那薩布莉拿了之後呢 在當時他的腳是有受傷的 碰上戴子穎的這樣子打法 其實對他來說真的非常吃力 所以25分鐘 戴子穎就收下勝利了 那今天的比賽他對手是誰呢 中華隊的戴子穎 將對上的是越南隊的阮翠玲 雖然阮翠玲現在23歲 非常的年輕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不少國際賽事的經驗 目前位居世界排名49 但是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奧運 所以跟我們的老鳥戴子穎比起來 我們的過關機會是相當的大的 不過我們要重點放在的是 一旦過了這個越南的部分之後 第接下來這一場 泰國就是這個 陰色農 哇 這個就硬了 他2016年是排名世界第一 最強的對手封號是在於說 陰色農跟戴子穎是好閨蜜 所以可能陰色農屁股一翹 戴子穎就知道他要放什麼屁 甚至戴子穎嘴角一笑 陰色農就知道他在講什麼話 兩人都非常熟悉彼此的打法 所以在這個打起來 真的就有點困難了 那以上的資訊呢 我除了自己上網查之外 我還特別查了 找了新莊偵查隊長林子祥 體育線跑去問社會線 因為子祥隊長他是女球好手 也是戴子穎的球迷 非常的研究透徹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戴子穎呢 他除了在下午1點將對戰 這個女女子單打之外 我們可以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像IG的動態上面 可以看到他熱血澎湃的好心情 甚至看到沒 珍珠奶茶 在日本出現珍珠奶茶 讓他感覺到這個一解相思之仇 還有很多的球迷 都是跟他不斷的加油打氣 他也都收到了 分享了很多很多球迷們 對他的加油打氣他都收到了 也謝謝他支持中華隊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有點像是翻外篇 世界排名第一的戴子穎 今天下午第二站 大家球迷為他加油打氣之外 而他在週六的第一場比賽 就是遇到了左腳受傷的瑞士選手 這個剛剛就是我提到的 就是這個部分 雖然戴子穎很想奪勝 但是也不希望對手輸得太難看 所以他沒有祭出殺球 或是刁鑽的打法 讓對方輸得很難看 真的是被大家大戰求風 而且網友更熱烈的討論是 你們看到戴子穎 天啊 這個戴子穎 穿得真的很漂亮耶 還是洋裝 還有人翻到他15年前 上吳宗憲的主持節目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 很多弟弟妹妹 應該不知道這個節目 面對藝人 王傳一的詢問問他說 你的羽球生涯有沒有終極目標 他的回答是大氣的說 我要打到奧運 如今他也真的在東京奧運 冤他的夢 世界球後戴子穎都要首戰 20分鐘內直取首勝 但比賽中他看出對手左腳負傷 因此完全沒有祭出殺球 刁鑽 吊球 或是往前的戲弄 雖然想奪勝 也不願傷對方自尊 展現收放自如的球技 甚至在贏了之後 還雙手合十鞠躬 致意完全抽出球員風範 大可以把對手做一個大角度的拉動 但是他其實在這場比賽當中 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做的時間非常少 戴子穎的球後風範 全粉無數還有粉絲翻出他2007年 上節目的片段 當時年僅12歲的小戴 模樣青色卻已是國內最年輕的 狹組選手 本身木槌有沒有設定自己一個目標 打到奧運 12歲立下打進奧運的遠大目標 如今也在東京奧運 為台灣征戰持續發光發熱 表現令人驚嘆 在網路討論度越來越高 戴子穎就連穿洋裝的照片 也被粉絲挖出 平時戴子穎總是穿著球衣 將頭髮細起再套上頭戴俐落比賽 但今年3月時曾在IG張貼照片 當時身穿黑色蕾絲褲裝 參加聚餐 美麗模樣與在球場上完全不同 有超大反差 粉絲立刻留言直呼戀愛了 好漂亮大讚好有韻味 還有人說 孟然一看以為是昆林 不過也有網友發現 戴子穎剖出穿著 碎花小王裝的側面照同樣吸引人 戴子穎為國出戰一起移動 都是焦點 粉絲也期盼他再為中華隊拿下獎牌 記者週天節 蔡宇山台 被採訪報導 為您插播最新的奧運戰況 我國拳擊好手 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林玉婷 在今天的57公斤級 女子拳擊賽事中 對戰的是菲律賓的好手 佩特希奧 林玉婷的開局打法 實在是比較保守一點 被佩特希奧 利用速度晉升不斷的連續攻擊 結果纏鬥三局之後 以2比3遺憾敗了下來 暴冷止步16強 更多的新聞內容 我們交給一貞 好 這是我們的鄭凱